第五三條第一項 你們得命期移除 必要時你們第二項 你們得進行採取 應變或處理措施 你們當然採取第一項嘛 先叫他移嘛 所以剛剛林委員就說了 P&I來 他們就說算一算 大概900萬美金的價格 你們找了嗎 看什麼方式移啊 900萬美金大概只能 拆除啦 拆解啦 大概要扶養很難啦 請問一下航港局 從這些有船難擱陷發生以來 有什麼樣的狀況 是由航港局直接根據第五三條 第二項直接把它處理掉的 有沒有 大船沒有 小船倒是有 小船有嗎 大船沒有過 那為什麼 大船一般偶爾 你們沒有那麼多錢啊 我們不要用第一項來等他們移 我們自己移 移了就要求償 過去有沒有移除後 跟船東責任去強制 去要他負擔的 有沒有 有沒有執行過 有有有 你們帶執行之後 執行費用收回來的比率都不高 有沒有計算過 有P&I收回的這個是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一百 P&I百分之一百 為什麼你們這些 不敢根據第五十三條第二項 直接把它找一個船公司 花一千兩百分 把它用扶養的方式移除 那再跟P&I要 為什麼 我幫你解答啦 你的百分之百就是因為 P&I付得起的 它移啦 小船 它付得起的 它讓你移啦 那你要是叫做它付不起的 它就不同意啦 所以到目前為止 你們移小船 都是P&I 它覺得 合理承受範圍內 那你們根據你們的污染防治 海洋污染防治法 你們做了哪些事情 那它如果用拆解的方式 是不是符合第三十一條情況 那它如果要進行三十一條 它要不做扶養 它要拆解 要報你們 作業計劃要報你們 這些都是報 這個 航港局 船舶的拆解 如果有污染治癒的時候 要採取下列措施 而這個措施是由 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是誰 不是你環保署嗎 環保署 是啊 那就是說呢 如果說這個船呢 它不是扶養 它是要拆解 根據三十一條 它這個拆解的過程 要採取的必要措施 是你環保署決定的 不是航港局決定的 你有沒有搞清楚 是 我們也扮演相當的角色 什麼叫角色 你是主管機關 叫相當的角色 假如你們環保署 也認為 扶養比較好 拆解的話 比較有污染之餘 你們根據三十二條 你們就可以 直接以扶養的方式 你們直接處理 也可以把它 你們可以找 一千兩百萬美金 找一家公司 把它扶養處理掉 費用還是可以找 傳播負責人 所有人負擔 是不是三十二條 有沒有給你這個權利 你是預防嘛 你們當然不能 眼真正的看 它被拆解之後 造成了污染 再找它麻煩 再找它求償 你應該是 現在就採取 必要的防治措施 什麼叫做 防治海洋 污染必要措施 用扶養的方式 來處理 航港局 它已經沒有 失去防線了 因為它第一個時間 沒有 沒有同意 沒有要求P&I 用扶養的方式 沒有 沒有強制要求它 那現在呢 你們本身 就可以這樣做啊 你們要不要做 你們有沒有跟P&I 打過交道 沒有 阿瑪斯沒有 陳希浩沒有 沒有 那你們要不要來一次 你們試著把它扶養拖走 然後再找P&I要 你們為什麼認為 應該用扶養的方式 其實站在生態的影響的角度 我們都是主張扶養的 是啊 那你不去做 因為這個是傳體 這個部分權責還是在交通部 你32條不就是什麼嗎 你有防止的義務啊 海洋污染的責任險 你可以跟P&I求償多少 因為它保10億美金嘛 10億美金嘛 夠了嘛 你花1200萬去移除 可不可以求償得到 不過照 這個過去整個一個處理的經驗 我們都是 你沒有處理經驗啦 因為你從來不可能跟P&I求償過啦 所以我們希望說 這件事情 交通部跟環保署不要 不要貼力來貼去了啦 那現在他們已經同意了 那個台北德協呢 是用拆解的方式 那如果你們認為 真的環保署理想 你們寫得很清楚嘛 你認為扶養是比較好嘛 那既然環保署已經同意 人家P&I的做法了 他也不帶回執行了 你來帶回執行了 你就有沒有可行性 我覺得按照 這個整個海污法的精神 可不可以 還是由船東來處理第七線 是正辦這樣 那萬一 萬一這個案子 因為拆解後造成了污染 造成了污染喔 那麼要投入的房子的這個費用 是不是你用薪水來付啊 不是 我們會計算向船東求償 是嘛 你也擔心說 未來萬一拆解後又污染 你會跟船東來求償 你也認為 現在是有污染之餘 你還是不願意做嘛 你還是不願意帶執行嘛 你們現在情況就是 你們認為風險不高 所以呢你們不會介入 但是一旦發生 再來求償 是這個態度對不對 我要欺負這個態度就好了 因為以後追究責任 今天你的話 就是會成為陳唐正貢啦